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说话 简直就是想到什么就会脱口而出 根本就不计后果 这一天 妃子们在花园中故意针对慧妃 对她是又是冷嘲热讽 又是各种谩骂 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 惧妃就按捺不住了 对这几名妃子便破口大骂起来 坦率的个性一瞬间暴露无一 可就在这时 孝庄太后却突然驾到 惧妃骂人的那些话是一句没落 全部都被这位老人家听得是一清二楚 那些与惧妃半嘴的妃子见到孝庄太后驾到 纷纷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哭着求这位老太后给他们做主 孝庄太后身居皇宫 行为举止端庄得体 看见孙二的宠妃竟如市井泼妇一般与人争吵闹 这还成何体道 于是二话不说上前就给了惧妃一个响亮的耳光 惧妃本性善良 哪里知道刚才发生的一切 其实是其他妃子为她设下的圈套 她就觉得自己刚才做的没有错 是他们欺人太善 屡屡找自己的麻烦 可孝庄太后不分清红皂白 没有问清缘由上来就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性格耿直的惠妃 一时没有忍住连孝庄太后也给骂了一通 这一下 惠妃算是彻底落入了对方的陷阱 那些极度惠妃得宠的妃子们 见尖计得逞 心里都已经乐开了花 而惠妃因为忤逆孝庄太后 也被打入了冷宫 这回就连康熙出马 到老祖奶奶求情也没有用 其实 孝庄太后在这满是勾心斗角的深宫后院 生活了一辈子 那些妃子们玩的这些小把戏 她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她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好好抹一抹会飞的山野之气 也好让她知道生活在皇宫之中要懂得收敛性子 说心里话 她还是很喜欢这个野丫头的 对于后宫的妃子们来讲 被打入冷宫与坐牢 其实没什么两样 重新得宠的几率几乎没有 毕竟皇上身边的妃子无数 可能用不了多久 皇上就会忘记她的存在 对于现在的处境 惠妃倒是淡然自若 静下心来想想 这里也挺不错 不光可以衣食无忧 而且自己不用再受其他妃子们的 冷嘲热讽与排挤 倒也落了个清静 惠妃这边想通了 可其他妃子们就不乐意了 尤其是他们听说惠妃虽身处冷宫之中 恐无翻身之日 可却整日里还是一副气定神贤的模样 就气不打意出来 他们觉得需要想个法子 好好制止她才行 最好可以让她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冷宫之中 在冷宫 之前的荣华富贵 锦衣玉石在这里将不复存在 就连平时的吃穿用度 也会降低到最低等的配置 冷宫的饮食起居由专人负责 妃子们经过打听得知 负责照料惠妃一日三餐的 是由一个叫凤儿 一个叫凤儿两个宫女负责的 这两个宫女已经在冷宫中干了很多年 每天轮流给惠妃送去饭菜和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天 轮到凤儿当班 她刚将惠妃的饭菜准备好 提上篮子准备送过去 结果在半路上被几位妃子拦了下来 并拽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冷宫这个地方一般根本就没人会来 更别说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妃子们了 小凤健壮连忙下跪请安 其中一位妃子说道 听说你叫凤儿是吧 我这里有件差事要吩咐给你做 做好了本妃自有重赏 说完 那名妃子便在凤儿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刚刚起身的凤儿听完之后 吓得扑通一声又跪下了 连连磕头求饶道 我就是一个小宫女 这种事奴婢可不敢做 倘若追究下来 奴婢可担当不起啊 那些妃子要让凤儿做什么呢 俗话说 黄蜂为上针 罪毒妇人心 那些妃子们 虽说都是出身名门世家的大家闺秀 可他们交代给凤儿做的事 却真的是阴险歹毒 他们知道惠妃有胃病 吃不了硬饭冷菜 他们就让凤儿为惠妃准备饭菜的时候 将米饭做硬 饭菜放凉之后再送过去 最可恶的是 他们还让凤儿在米饭中掺入细沙 那几名妃子笑着将凤儿扶起 柔声说道 凤儿 你就放心地去做 有我们在背后为你撑腰你怕什么 再说了 你在冷宫中这么多年 侍奉过的妃子也不少了吧 可曾见那位身处冷宫的妃子 被再次宠幸过 俗话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 你只要将我交代给的你事情办漂亮了 往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你调离冷宫 出来侍奉我们 说吧 旁边的另一名妃子 从怀里掏出一枚翡翠般纸 塞给了凤儿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凤儿收了般纸 果然开始替那些妃子们干起了媚良心的事情 然而那些妃子居然还不满意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就连冷宫的首位都给买通了 目的就是当会妃吃了凤儿送去的硬饭冷菜 导致胃病犯了 就算每天疼得直哼哼 也不会有人帮她通报太医 日子久了 惠妃早晚会死在冷宫中 凤儿回去之后 将妃子们的意思告诉了凭儿 让她以后也按照妃子们交代的意思去办 有凤儿做了表帅 她也只有照葫芦画嫖犯 要不然妃子们怪罪下来 她一个小宫女可担待不起 只不过那些妃子们 对她可不那么放心 这一天 妃子们在半路上将正要去给惠妃送饭的嫔儿拦了下来 说是要检查食盒里面的饭菜 嫔儿平静地将装有饭菜的食盒打开 几名妃子探头看去 只是看了一眼 便连忙用衣袖捂住口鼻 并且还时不时地干呕几下 只见食盒中放着一碗米饭 米饭上铺着一层味道怪怪的黑乎乎的干茶 闻起来感觉那些干菜已经都快烂掉了似的 这种东西人怎么能吃呀 就算是喂狗 狗都可能不吃 其中一名妃子还是不放心 指了指 贫儿手上提着的瓦罐问道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贫儿回道 回禀娘娘 这里面装的是给惠妃喝的水 奴婢因为手上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 没有时间烧水 只能委屈惠妃娘娘将就一下了 说着晃了晃手中的瓦罐 就听见里面的水被摇晃得哗哗作响 那名妃子用手摸了一项瓦罐 就感觉一股冰凉之意 顺着手指而上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惠妃在冷宫之中遭受如此虐待 不仅无人过问还无处含冤 性子刚烈的她实在难以忍受 但不管她如何反抗结果都是没用 最后只能选择默默接受这一切 吃着硬饭冷菜 喝着冰凉刺骨的凉水 经过这次大难之后 她也迅速地成长起来 变得成熟了很多 即使再怎么折磨她 她都可以当成一片浮云 一笑而过 半年之后 孝庄太后知道惠妃的野性已经消磨殆尽 是时候找个机会将她从冷宫中放出来了 要是再不放出来 就算康熙嘴上不说 心里也甘愿恨她这个当奶奶的了 可问题是现在要放缺少个由头 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放出来 恐怕会有失奉仪 可能是菩萨保佑吧 机会说来就来了 会非有一位一直在外镇守边关的哥哥 所以她的这位哥哥刚好又在边关打了一场大胜仗 捷报传到了京城 康熙知道消息后心中大喜 联盟将此事告诉了孝庄太后 借此机会恳求这位老祖奶释放了惠妃 以此褒奖惠妃的哥哥 惠妃出身平民 哪里来的一位做将军的哥哥呢 这事还得从惠妃刚进宫的时候说起 康熙皇帝知道惠妃出身不好 在宫中一定会受到诸多排挤 为此就让他认了这位哥哥 他的这位哥哥是打铁出身 自小恋得一生毫无意 自从被康熙收为麾下之后 就屡见战功 直到最后当上了镇守边疆的大将军 这部惠妃的这位哥哥 再次立下赫赫战功 也总算没有辜负康熙当年的良苦用心 也为妹妹挣了颜面 孝庄太后当然不会拒绝 亲自下了一道意志 将冷宫中的惠妃放了出来 惠妃从冷宫出来的消息 立即在后宫之中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那些之前陷害惠妃的妃子们 此时此刻一个个咬牙切齿 将惠妃恨得使牙根直痒痒 可却奈何不得 只能听之认知 在冷宫中一直负责惠妃生活起居的凤儿 直到消息后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她哪里会想到事情会有如此转机 现在孝庄太后倾下意志 让惠妃离开了冷宫 想必康熙一定会重拾旧爱 到了那个时候惠妃再次得事 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自己 自打惠妃离开冷宫之后 凤儿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 她总是梦见惠妃将她五花大绑 宁笑着掰开她的嘴巴 将一整碗沙子 一勺一勺尾给她吃 那些沙子吃进肚子里后 胃里就如翻浆脚海般痛 每到这时她就会被惊醒 久久无法入睡 她突然想到 当初那些妃子们可是答应过自己 会想办法将她调离冷宫 转而侍奉他们 那几位妃子在宫中地位显赫 自己不管跟了谁 到时候就算是会妃 想要找自己的麻烦 看在自己主子的面子上 也不会轻易撕破脸皮 毕竟打狗也要看主人不是 有了主意之后 凤儿壮起胆子去求见那位妃子 谁承想刚说明来意 那位妃子便立马脸色一变 怒喝道 大胆奴才竟敢诬陷本妃 本妃何时叫你做过那些我错之事 来人哪 给本妃长嘴 看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再胡言乱语 说着两个宫女走上前来 一个揪住凤儿的衣领 另一个左右开宫 不一会儿就将凤儿打地晕死了过去 醒过来后的凤儿 失魂落魄 哭哭啼啼地回到了冷宫 现在唯一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此时的凤儿万念俱灰 想到自己落到惠妃手上 受尽折磨而死 与其那样死去 倒不如自我了断来的痛快 于是 她剪下腰带 挂在寝房的横梁上 神情自若地踢开脚下的彩凳后 凤儿紧闭着双眼 脑子里一片空白 就在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的时候 却冬得一声摔了下来 屁股重重地落在地上 传来一阵钻心的痛 原来就在凤儿 马上就要失去意识的时候 平儿刚好从外面回来 见到上吊自尽的凤儿 情急之下 平儿拿起桌子上的剪刀 飞快地将挂在房梁上的腰带剪断 这才救下了求死的凤儿 平儿一把抱住面如死灰的凤儿 劝慰道 你这是干什么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寻死灭火呀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说出来看看 说不定妹妹还能帮你不是 好死不如赖火 醒过神来的凤儿 看着面前的平儿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抱着平儿嚎啕大哭起来 气不成声地问道 难道你就不怕吗 咱们那样对待会飞娘娘 现在人家离开冷宫 重新得到万岁爷的宠爱 也不知道他会想什么法子 报复我们 平儿闻言笑道 我又没做亏心事 有什么好怕的 不是做妹妹的说你 我就劝过你 做人千万不要落井下石 惠妃当初被关在冷宫中 已经够可怜了 我们何必不再那样对她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催儿姐姐又何必念念不忘 说不定惠妃娘娘大人 有大量不和我们一般见识呢 芳儿被说得无地自容 羞愧不已 但是她觉得平儿说的话很有道理 毕竟人无情后眼 后世难料 如果自己就这么死了 而惠妃娘娘牙根就没有想过要报复自己 那自己死得岂不太冤了 想到此 凤儿破涕为笑 没过多久 凤儿最担心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 这天惠妃突然派人来传唤凤儿和平儿 说是记起自己在冷宫的时候 有两位宫女对她照顾有加 滴水之恩要永泉相报 听到这话的凤儿被吓得冷汗直流 带凤儿和平儿来到惠妃请宫 惠妃命其他人全部退下 满脸笑容的嘘寒问暖 凤儿心中不禁感到纳闷 惠妃娘娘这是唱得哪出呀 可当她想到自己当初是如何对待惠妃的时候 全身就忍不住地打颤 跪在地上的凤儿 突然不停地对惠妃磕起头来 惠妃娘娘饶命啊 惠妃健壮笑咪咪地说道 凤儿 你这时干什么呀 本妃何时说要杀你了 当初在冷宫的时候 你们二人顶风冒雨为我送饭 这份恩情本非是不会忘的 今日传你们过来 就是想好好感谢一下你们二位 说着 她便亲手扶起了 跪在地上的凤儿和平儿两人 看着惠妃和蔼可亲的笑容 不像是在作假 凤儿心中的大石头 这才终于落了下来 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上几分的笑容 惠妃健壮也没有怪罪 继续柔声说道 说吧 你们有什么愿望尽管跟本非说 我尽力帮你们实现 凤儿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 如今惠妃正得皇上宠爱 身份地位显赫 如今欲口一开 那是绝对不会骗自己的 于是她便怯怯低声说道 奴婢想掉离冷宫 不知道 不料还不等她话说完 一旁的平儿却直接打断道 我和凤儿姐年纪也不小了 我们想出宫嫁人 你们就想要这个吗 这点小事不难办 包在本非身上 只不过 你们俩要害一场大病 惠妃笑着说道 没过多久 凤儿和平儿就生了一场大病 不知为何要是无灵 惠妃亲自将此事禀报万岁爷 于是两人这才得以离开皇宫 让其在宫外自生自灭 其实这都是平儿一手策划的 那天离开惠妃请宫之后 凤儿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不让我把话说完 让惠妃帮我们调离冷宫 万一跟上一个好主子 说不定能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我们也能沾上光不是 平儿说道 九居宫中不是上策 倒不如身处民间活得逍遥快活 这皇宫就好比身潭幽谷 望不见底 处处都得小心翼翼 一不小心就会得罪某位主子 咱们有幸能躲过这次 下次还能如此幸运吗 至于那些饭菜 风儿送去的掺有沙子的饭 早就被平儿给偷偷换掉了 为了不被人发现 聪明的平儿将家乡特有的 梅干菜放到米饭上 这种菜有健脾消食的功效 而那些妃子出生于北方 自然不晓得这种南方才特有的庙菜 平儿为惠妃做的还不光如此 他为了能让惠妃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 他费尽心思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每次送饭时 他都会在石河底层铺满石灰 并准备一瓦罐凉水 他偷偷告诉惠妃 吃饭前先将凉水倒在石灰上 石灰遇到水后就会发热 然后再将梅干菜饭放到上面加热 离开皇宫之前 惠妃赏赐给凤儿和平儿一大笔银子 作为他们以后的生活费 回到家乡后两人分别用这笔钱 置办了田地和房产 过着富足且逍遥快活的日子 凤儿结婚生子后 他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 做人要懂得心存善念 多种善因 千万不要做那些落井下石的事情 因为人无前后眼 后世难料 不求雪中送炭 莫要落井下石 生而为人 务必要学会善良待人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不求你雪中送炭 指望你莫落井下石 古人言 世人都有灾 世人都有难 莫笑他人穿破衣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如果不是平儿心存善念 善待会飞 就算再大度的人也是会记仇的 他们也不会有后来的幸福生活 虽然人无前后眼 无法料事如神 但不做亏心事 必然不怕鬼敲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